嘿嘿 喂 妳好 妳好 我要外送 喂 妳好 我要外送 請問可以幫我外送香味餐嗎 我要外送那個水果塔 罐頭塔先不用 對 你們最近不是有推一個 居酒屋到妳家嗎 還有一個螃蟹殼 裡面有松葉蟹的醬 然後下去攪拌 還有海鮮聖盒 還有廣島的那個大牡蠣 還有干貝 是的 是的 整個套餐 對 對 好吃的那個芒果 還有那個五脂葡萄 可以幫我來個三份 我要挖米刷 香腸跟丁底檸檬 餐具不要 我環保 送到台北市內湖區 舊中路營斷159號 三立電視台這邊 好 三立電視台 好 謝謝 外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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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 祝福 太開心了 有沒有 人家說 擇旗不如撞日 撞日 不如撞門 直接就不要進去 是 撞進去 平常要約吃飯 你看我跟趙哥 我們上次吃飯是在鐵板燒 在錄影的時候 不是 我們在錄影的時候 工作的時候很累 在那個八德路那邊 對 錄影沒話講 那我們就在那裡吃巧 你怎麼也在 對 巧耶 對 所以你看平常你看 都沒吃過飯 對 沒吃過飯 也沒有 沒吃過 沒有 沒有點機會 是啊 男生 臭男生 我們對腿共腿有什麼意思 還是可以 還是有好吃的 然後愛玉莎也沒有 都沒有補語也沒有 都沒有 對 應該有自己要聯誼一下 對 藝能界裡面 不是都是一些登圖子 也是有一些那種正人軍事 正人軍事 對 也是有 我們是 是 沒錯 然後呢 互相交換一些人生的經驗 對 交流一下 這個跟憲哥吃飯 唯一一個好處就是 買當的時候 全部都打卡 真的 真的 對 對 是這個的 你都不嫌棄 對 什麼態度 你就是看不起我 對 歡迎來看不起我 沒有 太客氣了 然後今天啊 我們這個應運而生的是什麼 你知道 今天能坐在你旁邊來吃這一餐 我的榮幸 我們就一位一位來好好介紹一下 沒問題 好不好 新妹妹 我先 你的外送你叫來這個 要厲害的喔 很厲害 現在外送的平台有很多 很多 厲害 來 先搶一下 今天我要介紹的就是 你在家裡滑滑手指頭 就可以吃到 頂級的 日本海濱燒烤料理 我跟你講有什麼呢 我現在這樣講 你們可能覺得普通 生蠔 海膽 干貝漢堡 那些通通都來 你不用動手 直接幫你烤好 OK 因為他必須要認清潛 然後你要經過外送這個動作 有沒有 有電話是吧 電鈴 電鈴 外送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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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 你們覺得外送來了 外送來了 來 陳先生 陳先生 還有杯子 為什麼有杯子 我講一下 因為這一間 它除了新鮮的海鮮料理之外 它其實 是很有名的 它是居酒屋 你可以點生蠔酒 大家一起喝 五七耶 五七嗎 五七 這個是海鮮 這個厲害耶 蛤 直接送到你家 真的補外送 厲害 這個就對了 這個很補 好強 這太補了 黃島 黃島 不用去日本 天啊 這沒對象吃了怎麼辦 真誠 講真心話 這個真的是外送的 對 外送到你家 你看你家就是 直接要睡覺起來 你不用到餐廳去 就可以吃到像這樣的料理 完全也不用烤 髒嘴就好 這個不要烤 浪費 我是最排的嗎 這是烤蟲 真的 還有 這個太早了 海鮮品牌 好 這個好多的 太誇張了 還有 各位 總共有六個外送二送 你第一家就搞這些我們 太強了 那什麼 生皮腳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有生皮 我不相信 我喝它看 什麼 它很有名就是生皮 真的生皮 很棒 你看 還有 來 咱們就不囉嗦 直接開動 開動 開動 來 你很含真 我特別講一下 這個裡面有松葉蟹 這個松葉蟹膏 你不知該從何下膏 對不對 什麼吃 那是來自廣島的那個 好吃 可以 你可以吃吃看 這是什麼 很甜 蟹膏好甜 蟹膏 蟹膏 對 這一顆 很甜 這個超大顆 這這麼大顆 很飽滿的 太厲害 超肥美的 也可以吃得到 這個好大一個 好新鮮 對 你吃了是不是 真的太新鮮了 你看這麼大顆 好甜 好肥 你受得了嗎 很新鮮 很新鮮 很乾甜 還會回甘 這一家你要好好加強一下 我們這個下去真的會叫了 這一家它其實本身在市民大道 就是所謂的一級戰區 平常生意已經很好了 而且很多人會去那裡 就是小酌 是 它的海鮮料理非常的新鮮 那邊有一個 干貝漢堡 你們誰要試試看 干貝漢堡 乾貝漢堡 憲哥會吧 外面是干貝 裡面是海膽 包起來吃 包起來吃 蘿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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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一口 你一半 然後另外一半讓給趙哥 來 這 這樣好嗎 趙哥好像滿開心的 這樣很不錯 好久沒有吃過 海膽 口沫橫飛這樣 海膽 那個蟹膏怎麼不見了 蟹膏 被憲哥吃完了 憲哥在這裡 松葉蟹再加上鞍唇袋 然後它邊烤邊攪拌邊煮 好吃 這真的很厲害 第一道就這麼成功 太猛了吧 專業 它這個會不會很貴 它是海鮮料理 可是它非常的平價 它本身在市民大道 就是走很平價路線 你看這蟹蟹 第二顆 這麼大顆 來自廣島 廣島 根本就不用去日本 而且還有這種雞軟骨有沒有 對 燒烤 一二三四五 五位美女剛剛一人一個 好不好 第一道 第一道菜就那麼強 這個很強 這超Q的 這很Q 這很好吃 來 新妹妹 章魚 魷魚 QQ的 而且一般像吃這種居酒屋料理 大家都是去享受一個氣氛 但是你如果叫這些 這麼澎湃的料理在家裡 你一回到家裡就會有那個 在日本海鮮燒烤的感覺 第一道就超級成功 我個人給予的評分非常高 這個評分很高 好不好 來 第二位誰 我 柏妤 妳現在會不會有點沒信心 沒有 對 現在的狀況是 對 越來越緊張了 妳看完這個以後 妳覺得妳要請妳那個外賣出來 我先回賣 還是妳要不要先幫她叫車回去 還是要請她出來 妳可以取消訂單 妳是哪一類 我這個是比較屬於 一般人很愛吃的類型 一般人愛吃 每一個人都愛吃 小吃類型 講說取消訂單 那個就外行 為什麼 我都是 不 應該叫做 這很常點吧 對不對 我們年輕人 你搞清楚對不對 氣單 氣單就 怎麼樣 要不要氣單 我不氣單 好 來 柏妤 來 妳去 今天要介紹這一家 就是我從小吃到大 每一次去都是大排場 而且 老高一次就是要三個東西一起吃 才叫一個 台式下午茶 而且呢 她是韓國的美食的這個很厲害的主廚 講話都結巴 還想要跟人家吃東西 白莊園 上來 沒有 這是真的很好吃 白莊園老師 她帶她的節目組來台北 來介紹台北好吃的東西 十個店家裡面 她就三家都上榜 厲害 這最厲害的台式下午茶 身體這樣看得像我高的 可以 哈囉 不要這樣 熱情介紹完畢 然後大家那麼冷漠的 不要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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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要外送人 外送人 來 又是我 好厲害 不錯 陳先生 陳先生 來 陳先生好 不是 桌面上怎麼會有 對啊 都看不下去 來 好像少一點十八糟 對啊 來 飲料 這是什麼 金桔檸檬 金桔檸檬 而且它裡面都會配一顆酸梅 我不要喝這個 又沒有 對啊 你要酸皮是不是 不要 我要喝茶茶 不要 好 先看一下 它的這個麵線就是有點像 米粑狗的這種 比較黏稠的 米粑狗 跟一般外面的麵線不太一樣 米粑狗 漂亮了 然後裡面除了有蚵仔以外 還有這個 大腸 它的大腸是用熱水穿燙化補錄的 來 好 所以剛剛介紹的就這三樣 是 三個是台式下午茶料理 駱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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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啊 這駱翔很厲害 蚵仔麵線 我覺得好失落 不要這樣 你們吃下去一定會覺得 很後悔 你剛剛這樣講話 真的嗎 你們不要這樣 咬下去會噴汁 而且一定要搭配這個生蒜頭 我先走了 大家可以吃三顆蒜頭 我跟你講 這個蒜頭很重要 要吃三顆 來 我跟妳講 就這一根 我們三個人分了就好 好不好 來 切一下 你今天扮演的就是 我們服務一下 趙哥 你是很餓是不是趙哥 好不好吃啊 趙哥 對 好不好吃 快吃好 有嗎 黑豬嗎 對 應該加黑豬 黑皮膚是要加點黑豬 味道會更好 我已經很好吃了 來 這個柏妤 你說這個香腸是在什麼地方 在什麼地方 在我們家附近叫泉州街 然後非常有名 開了也是三四十年 然後每一天都大排長龍這樣 一定都排隊了 看火味 而且旁邊小黃司機 還有什麼 大家都並排停車亂停車 一定要買到這個香腸 對 是不是很厲害 它這個香腸裡面吃起來 也是有一點甜味 對 而且它偏瘦 它沒有那麼多肥油 所以現在人不喜歡太肥的 對 不能太油 然後要搭配生蒜頭 那如果 怎麼辦 硬塞 吃一些東西解膩 沒有 你一定要化開 讓油流出來 把它化開 把那個油烤乾了 會熟比較厚 對 煮奶就會變很好吃 這個是很重要 這個是一般蠻常叫的那個外送 趙哥你每一道都吃完耶 我覺得很好 趙哥 你剛剛跟我唱一下 他唱個大聲耶 這是真的好吃 真的好吃 真的好吃 這個香腸有點像那個肉乾 有沒有 對 甜甜肉皮絲肉乾的味道 厚的那種肉乾 對 它的蜂蜂也很好吃 很好吃 它的蜂蜂滿大的 對 滿大顆的 它厲害的是它的大腸 它裡面也有大腸 對 感覺怎麼樣 脆脆QQ的 好吃 味道真的不錯 然後再配一下這個 真的是台灣人的小茶 但是這三花它是在不一樣的地方 它在同一條街上 所以你外送的時候 你跟那個蚊蜂蜂老闆說 我要三個一起來 他就會幫你去買香腸 真的嗎 他會送這個 紅斑美食 就買紅斑美食而已 不一樣 跟上一家不一樣 這荊蜂蜂 它裡面都會加一個化眉在裡面 喝喝看 化眉 吃完香腸配這個真的滿解膩的 很清爽 吃完香腸還是要喝一點啤酒比較好 還是先訂我剛剛的海鮮丼飯 海鮮招牌 先訂完之後 再來去吃這一瓶 真的 但我個人這三道 我給這個香腸的評價頗高 香腸要比台南的香腸好吃 幾乎太難 對啊 台南有一種 土香腸 沒有招牌的 土香腸它是不分段的 這個是會一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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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土香腸它整條 那麼長 四林大香腸 四林大香腸 也不是嗎 也不是 然後它比這個再細一點 然後土香腸它是怎麼樣 它是一個爐子 然後它是把它 跟一條蛇一樣 見過 然後它盤在那個上面 它底下爐火是一直在烤 在烤 客人來切一點香腸 他切一段 切一段 老台南才知道 所以人家說賣那個香腸熟肉有沒有 香腸熟肉有沒有 就是吃這一種 是喔 對 對 那現在已經不復健了 搞不到 真的沒看過 搞不到 來 香腸很好吃 咱們再補一條好了 應該要補一條 來 繼續 咬起來是很有口感 但是香腸有炭燒味 對 而且它 它是大概七八個人就在店裡面 就一直在那邊轉那個香腸 通通在烤香腸 手工好 然後你還可以跟老闆說 我想要脆一點 我想要焦一點 他就幫你特別弄 難怪會排隊 不錯 瓜哥你有叫過外送嗎 放在我們心裡 有啊 怎麼沒有 當然有啊 你在覺得他年紀還滿 所以不想吃 他一臉疑惑 他叫的 他叫的是不一樣 不是一般的這種 外送的 好 厲害了 再來誰 愛玉塔 今天要介紹的就是 現在在IG特別紅的店 而且你想吃還不一定 吃得到喔 他們從 11點開賣的時候 12點半的時候就沒了 我真的自己 也太快了 我真的自己曾經去到 那一家店的時候 到門口的老闆說 已經sort out 沒了 全部都沒了 再來重點就是 你只要有去過 夏威夷你一定知道這個東西 而且你吃完 絕對會想念的味道 有 而且還有 就算你在家裡 你只要吃到這個餐盒 你就可以感覺好像 身在夏威夷 夏威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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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一個餐盒 這個外賬產業成長了 百分之兩百四十 而且它的配色 配色的非常的鮮艷 這個蛋 這很正點 他們最紅的就是這個蝦飯 這個奶 對 這個蝦飯 你們一定要先吃一口這個蝦飯 這個淋在上面 對 淋在上面 憲哥你要吃這個 這是他們的特色 這很強 而且看到這個顏色 你會很有食慾 對 都非常的鮮艷 而且看到剝好的蝦就很爽 而且他們老闆是非常堅持 當天新鮮的食材現做 他絕對不會隔夜 這專業 必須要現點現做 對 我跟你講 所有外送產品 有一個巨大的一個 要克服的地方就是說 你的產品是否能夠做到 有很多 比如說麵條 它直接把它煮在裡面 就完蛋了 怪怪的 糊掉 然後還有拿到外面來 它還有一個巨大問題 就溫度 對 人家說 剝不了 你們小朋友 趕快笑多一點 這剛好 要笑 笑容 因為微笑是最好的化妝提法 沒錯 吃起來了 我在講話 我在講話 你就吃了兩隻蝦 不是我 不是他 你吃你 來 你來 這個蝦子滿新鮮的耶 好捨不得戳破這個蛋好美 只要有去過夏威夷的人 一定會知道夏威夷有這個 夏威夷的那個燦盒 他其實應該說 像便當盒一樣 對 當地是沒有便當文化 但是因為二戰的關係 有那些日本人 所以他們最後就變成 眼鏡是一個這個燦盒 而且你只要有去過夏威夷 有做功課都會知道 一定要吃夏威夷的蝦飯 然後這家店的老闆呢 他本身是日本人 他也是去過夏威夷之後 他才知道說 就是懷念這個味道 然後他回到日本 有發現說 在沖繩那邊 也有一個夏威夷餐盒 有鳳梨耶 對 很夏威夷吧 鳳梨插球 你只要就是 你看現在只要天氣好 你就叫這個外送這個餐盒 你在陽台那邊 配個啤酒 配個趙哥最愛的啤酒 你就會覺得好像在夏威夷 對 現在真的百家真名 你看這個 如果家裡兩個人 或什麼 點個兩種口味一起去 對啊 是OK的喔 而且它的這個蛋 我不知道它是怎麼弄的 弄得很漂亮 這個蛋 對 還會流口水 對啊 這個是肉是不是 這個是牛肉的 牛肉 對 因為它如果說我們在台灣 如果只有這個蝦飯的話 可能會很無聊 有些人可能會想要吃點牛肉 或者是雞肉 它就讓你有更多的選擇 什麼肉都有 我剛剛吃最多的反而是這個 通心粉 通心粉 體絲通心粉 所以它是飯裡面 然後有 它固定配菜是通心粉 還有鳳梨 沙拉 其實在夏威夷是沒有這個 這是老闆自己在多家用餐去 它這個通心粉的味道很獨特 而且不會太軟 還滿好吃的 而且漢點那個是什麼口味 起司用得不錯 看起來好像叉燒 這是叉燒 豬肉吧 應該是叉燒 火烤叉燒 我自己也是去了夏威夷吃到這餐盒 然後一直很想念這個味道 夏威夷妳會穿泳裝在沙灘跑來跑去嗎 當然啊 這是必須的吧 有沒有留一些照片 有嗎 有啊 我等一下再傳給妳 對啊 像家裡有開那個溫泉旅店 歡迎光臨 現在不能出國的話 可以來我們這邊 我們很巴黎島 真的啊 泡溫泉又不會臭 妳們那個店叫做什麼 我們叫做立香 跟誰交流男人 家人去過 交溪那一代 印象怎麼樣 還不錯 對 那個整個感覺 應該是哪一家 什麼感覺 我跟妳講 我們老朋友設有這好處 互相高觀一下 對 既然是淋雨家裡開 那我們改天就 喂 我約去家裡 約泡一下 什麼叫溫泉 沒有看清楚 而且我們的溫泉這個 游泳池也就是溫泉水了 所以不一定要兩個人密閉 是 大大的大眾池 大家可以一起來游泳 可以 歡迎光臨 我們下次約泡 好 謝謝 謝謝憲哥 因為泡 我想完成一點 沒有泡湯 泡湯 好 再來淋雨來介紹 好 我今天要介紹的是 五星主廚到你家 台灣之光主廚到你家 真的 真的 廚師到家裡來做 沒錯 很少有外送是有廚師 而且帶他的助理 帶這個服務生 一起到你家 給你全套的法式的感覺 而且重點是 他就是參加過 有美食界世大運之稱的 世界青年錦標賽 的台灣區冠軍 這個我有採訪過的 對 外送而已吃得這麼好 對啊 我們知道星星主廚有很多 這些名店也有很多 可是我們應該要給 創業的年輕人一點機會 好 所以這是我採訪過的店家裡面 精心挑出來的 而且很特別的地方就在於 它是完整的這個 法式的舞式料理 然後五道菜這樣慢慢的給你上 你可以慢慢的談天之外 你可以感受一下 有一點這個分子料理的快感 那分子料理 帥嗎 這位大眾 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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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大眾 你好 主廚就是專業又誠誠 對 專業 林雲 經過主播的一個介紹 這個菜突然間活靈活現了 我們就一起來享用好不好 來試試看 來這個James是吧 對 來 直接幫我們處理一下 好不好 我先從我們的第一道菜 先開始介紹 那在我們桌子上 第一道的話 我們是使用海麗魚 那我們去做炙燒 那做成的一個花 上面的話 我們是使用液態蛋 還有我們的油脂轉換 去做這道菜 所以它有帶一點分子的感覺 那我們今天準備的是鞍醇 那我們要表現的 就有點像是搖烤雞的概念 OK 搖烤雞的話裡面 我們塞的是蘑菇 那我現在燒的是橙糕 橙糕 對 他們的餐廳有個特色就是 想要畫一些這個台灣味的食材 進去他們的法式料理去做集 有火焰那樣的聲音 橙糕 現在我讓它用橙糕燒過以後 它的味道會比較濃郁 滿帥的 你會在客人家裡這樣嗎 對 這就是餐點的一部分有桌邊秀 直接到家裡面 然後幫你做一系列的服務 好方便喔 算是表演 憲哥我跟你說 他才26歲 才26歲 這麼年輕 然後他就參加過很多的這個世界比賽 都是台灣青年的冠軍 他這個才26歲 然後看著像46歲 那這個東西要趁熱吃才對吧 對 那我們先吃兩個前菜好不好 安純整個 長出來 長出來 那個味道都飄出來了 哇 我現在真的會不會 對啊 你看 它的皮還嫩燒 對 下面也是慢慢焦 慢慢焦的 外賣這個我覺得有意思 滿不錯的 就是說如果今天在家裡 接待一些客人 我們不到外面吃 我們就請你們到家裡來做 對 我們就會整個團隊 帶過去你們那邊 為你們做服務 那口袋要夠深 對啊 那低消耀 口袋要夠深 對 那家也要夠大 對啊 對 其實在市面上 這樣子的服務還蠻多的 不過他們算是 比較早推出的其中的一個 他每天都會去市場買 那為你客製這樣子 試試看 摔一下 吃起來 平常吃不起 今天就好好吃一下 來囉 這是採訪 我才有辦法吃得起的 真沒吃過 對 這個可能有 要一些儀式感的時候 確實是滿值得 可以來試試看 酒精 那蒸發味道好香喔 對 爆料 很嫩 有意思是安純耶 這個是兩個前菜對不對 對 這是兩個前菜 然後再來是哪一道 再來的話就是看到我們桌上 前面有一碗湯 對 那我們湯的話呢 有看到旁邊有一根 這樣打開 一個 針筒 針筒 對 那我們就拿著我們針筒 那我們這有點像 這個概念是使用牛肉麵的概念 我們是用分子料理的做法 因為它酸鹼不同 所以擠到我們牛肉湯裡面以後呢 它會變成牛肉麵的麵 那我們就是要這樣慢慢的繞 這也太好玩了吧 慢慢的繞 慢慢的擠 慢慢的繞 好酷喔 它就擠到湯裡面 像麵條一樣 對 但是它真的這個很考驗技術 因為如果不小心的話 可能就會必須走 怎麼辦 妳的怎麼會這樣 因為我太用力了 太用力了 然後慢慢順著 對 不能沒有耐心 就沒有耐心 結果就變這樣 我覺得這滿有趣味的 麵條滿好吃的你知道嗎 不能太輕 裡面的麵條呢 我們是使用馬鈴薯 那還有牛肉高湯去煮的 馬鈴薯 因為它會比較健康一點 在DIY耶 就是現在因為在家裡 然後你可能有會 有一些小朋友 那就會可以有一些互動的橋段 這樣子 那James 你們有店面嗎 有 就在內湖 在內湖 是我去過是吧 對 我們現在剛 林宇去的是我們的 第二家我們開的店 那林去的是第一個 我們剛開始創業的地方 剛開始的 對 就是 所以這樣駕到之後 是 他們飯後還有那個巧克力 或什麼 對 就是一個大的甜點 對 不錯 這個下次 家裡彥客可以請他們來 如果看到有一些貴重的一個 五董或 放到包包裡 加減 剛剛在收餐具的時候 順便放進去 那幹嘛 對 喂 他給我抖一下 到家裡面 然後拿到一個 手錶啊 哪裡 他也沒有反對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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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菜要來了 來…煮菜是怎麼樣 打開聽說就會 那煮菜的話呢 我們要慢慢的打開 那裡面的話 我們煙燻的是使用 胡桃木去做煙燻 好香喔 那個煙燻的 煙燻 煮菜的話我們是使用 安格斯的牛小排 那我們去用低溫烹調 再去把表面 稍微用黑糖去焦糖化 那裡面的話 我們在上面有看到粉末 是安格斯的牛排 對… 為什麼不用心情王子的 沒有… 沒有… 這個是星座專家 沒有啦 李達斯一個會知道 不一樣 Wonderful 好特別 它這個味道聞起來 有點像 有點像 太牛蒜的味道 對 清明 清明節鋼蒜的味道 木頭的味道 對 味道滿重的 那你就聞這個比較快 這牛肉是有酥肥過嗎 對 是有酥肥過 是牛肉 好嫩喔 好嫩喔 所謂的酥肥是什麼意思 它是用低溫的概念去做 所以我們是用 真空過以後去低溫烹調它 所以它肉質吃起來會比較軟嫩 對 不會像我們用煎的 它會外表是乾柴的 所以我們是整塊肉吃下去 都是軟嫩的 而且吃這種法式甜點 你吃完這個甜點是最重要的 對 最後還有甜點 還有甜點喔 因為法國人很喜歡吃甜的 所以如果吃完主餐 沒有一個甜的 他覺得好像沒有吃完東西的感覺 沒有一個結尾 那就上甜點囉 對 那在我們中間的甜點呢 我們是上面的話 白色的是使用 讓我們去做的一個慕斯 那帶一點點海鹽的味道 對 那下面的話是布朗妮 這其實是我最愛的一個橋段 你今天沒有辦法在這邊重現 但它如果到你家的話 它是整個用液態蛋 它那個慕斯 直接下到你的液態蛋裡面 就好像是冰淇淋一樣 而且它會膨脹開來 好有話耶 最近不是有很紅的那種化學實驗 它就噗噗噗噗這樣膨脹開來 然後主廚如果喜歡你的話 會跟你互動 給你吃一口 所以要吃一口 真的啊 吃一口之後 你的鼻孔就會出噴氣趣味 那我們就試驗一下囉 我現在為你們示範一次好了 太好了 好玩耶 那我們這個薑就是野薑花的薑 那我們是把它做成慕斯 我們要再試試看那個 有趣的橋段 對 那液態蛋的話它是 -195度 所以它會非常的冰涼 哇好冰涼 你要小心熟耶 那你現在聽到它的聲音 是非常酥脆的 對喔 好像餅乾喔 那我現在示範一次給你們吃 那大家你們可以吃吃看 好 那像我這樣喔 這麼大 嘴巴要閉嘴 好可惜 好可惜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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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那個特效嗎 很像細心的噴氣耶 那 你們要吃吃看嗎 我們來吃吃看好了 這有一個訣竅 嘴巴一定要閉起來喔 閉起來腳 我們來看怎麼樣 不必它就會散掉了 不會不會 進去的時候一直咬 嘴巴閉起來 好可惜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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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怒喜怒 很好玩要不要吃吃看 喜怒喜怒 很好玩耶 好可惜喔 進去的時候要大力的咬 一直咬 大力咬 對 鯉魚好貴喔 甜甜的 鯉魚 趙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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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哥來吃一下 大力一點要 很甜的 很甜的 要配合那個 對 吃完咬一下 給趙哥 有沒有這麼好吃 大力的咬 你趕快吃吃吃看 有喔 等一下 很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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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吃耶 進去的時候要大力的咬 大力咬才有感覺 這樣就 這個一樣 感覺 正常呼吸大力的咬 好難喔 好好玩喔 好可愛 好甜喔 感謝James 好吧 謝謝 我要介紹的這家餐廳 其實也沒什麼了不起 它就是台北老字號的餐廳 專門做的是 它有兩個殊榮 基本上很多餐廳是沒有的 第一個殊榮 美國老布希總統 來台灣參觀的時候呢 去吃的一個餐廳 喔 美國總統 來台灣吃的餐廳 基本上應該沒有幾家吧 對 所以算一算這已經是26年 因為美國總統不慘烈 對 吃的餐廳 這個餐廳 搭點火燒 搭糕餅 醬牛肉 我的天啊 還有涼拌菜心 這個是它最有名的陳菜 東北菜 東北菜 圍爐的感覺 這涼拌菜心 小店來先為各位 馬仙 燒涼拌 來 那個 謝忻 這個叫什麼 燒餅 不對 這叫火燒 對 你如果東北菜 這叫燒餅 讓人家笑 笑掉大牙了 東北菜 火燒驴肉有沒有聽過 是 他們就是驴肉 然後就包在這個餅裡面 那這燒餅沒錯 那人家就叫火燒 火燒 東北人是這樣講的 然後喝的是魚湯 很怪 就是這樣配 就是這樣配 魚湯裡面沒有魚 它把它 這個湯是白色的這個 然後它這個 這個肉應該是筋肉的 是醬牛肉 它的醬牛肉 牛肉是有筋肉 牛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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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夾著它這個芝麻燒餅的 味道非常好 然後這個 酸菜白肉鍋 酸菜白肉鍋 其實它這個酸菜 是 吃起來 會有那個酸香的味道 最重要是它的 湯頭喝起來清淡 而且身體沒有負擔 好喝 真的 尤其是這個天氣 大家圍著一起吃這個 有這個炭爐 那個圍爐的氣氛是非常的好 那你 連這個鍋子也外送嗎 沒有 這個是因為 否我們這個節目 今天它才如此拿過來 要不它裡面 都有燒炭 對不對 燒木炭 不能送到家好不好 不能送到家 你剛有聽錯嗎 請問你要加點炭嗎 也不要 這是做邊服務嗎 在家裡就沒有這個鍋子 那是因為我們節目 所以它拿這個鍋子給我們 這個你幫你調好了 在家裡自己煮也OK 所以這個牛肉要夾在這個火燒裡面 對 夾在這個冰裡面吃 這個冰裡面吃 然後如果在西邊的話 就叫肉夾膜 肉夾膜 對 散溪那邊叫肉夾膜 這很像口琴的是什麼 這叫大連火燒 這個是大連火燒 這個是大連火燒 這個其實就是比較大一點的 叫做大的鍋爹 比較大鍋爹的鍋爹 它的芝麻會配那個醬牛肉 超搭的 對 超好吃的 那一般來講的話 這個醬牛肉有分一般的 就是所謂的白醬 黃醬 還有紅醬 紅醬也就是所謂醬油的 醃漬的方式 所以這個吃起來的口感就不一樣 這是什麼東北的加糖菜 對 東北的加糖菜 東北菜講求是東酸 東邊的是酸 西邊的是辣 南田北鹹 南邊的是甜 你看我們的菜都比較甜 北邊的是鹽多菜不壞 裡多人不怪 所以它北邊的是比較鹹 那個羊肉你殺了一頭 你可能要吃一個禮拜 所以你不可能整隻就現場吃掉 所以你要用鹽把它研製起來 那家餐廳還有一個更厲害的 就是這個老闆的舊爺 之前是 是清朝慈禧皇后的 所以它很多的菜 菜系的做法 是尊古製法地做出來的 這麼想 對 講究 他們還有個蔥油餅很有名 對 蔥油餅很有名 說著 等一下這四顆 能不能讓我打包 可以 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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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我這個鱗魚 夾了這個給我 我就覺得 這個一般家人一起吃飯 喜歡這種家常菜 對不對 因為它不要太 搞得很複雜 是 簡單 現在要不要來一塊牛肉夾 夾進去 夾一下 不滿聽說 火鍋你應該也想打包 它這個都很貴的 太棒了 太棒了 謝謝 看這照片有沒有 是老布希臟的 對 然後 當年年紀就已經很大 到現在還在店裡服務 真的 真的 老店連員工都很老 對 像家人 對 一個家庭 這就不知道 不可考 博業美食竟然在家可以吃得到 對 平常排隊都排不到的 對 現在自然可以外送了 定位都定不到 一韻而成滿 對不對 來 再來歡迎酷炫帶來的外送餐點 各位 吃甜點 接下來 我要介紹這件是我自己吃腸 其實我是在偶然 有一天 跟女哥約會我買給他吃的時候 我才發現 因為他在無心街附近 然後他是很好吃的 水果乳酪塔 所以他很別緻 因為他跟著季節 會有不同的水果跟食材 所以這一間店 我非常推薦給大家 就是你如果在家裡 想要有一個別緻的下午 然後你也可以點他們的飲料 跟餐點 然後配上他們的水果塔 來拍照 會是一個非常漂亮的畫面 哇 他還真是中隊的 因為剛好來一個鐵 我又來了 我又來了 最重要是不會太貴 不會太貴 兩百內 這個會送遠一天接幾個蛋 對啊 你自己家我們已經送了 另外一個八內 有沒有 它是一份一份嗎 一份一份的 就這樣 它很特別可愛 而且它很別緻的是 它有不同的口味可以選擇 這個水果塔聽說去年有得獎 對 2014年風清潔第一名蛋糕第一名 網路上是紅色 對 好可愛 那就給它吃起來了 旁邊這一片一片 該不會就是芒果吧 對 芒果 真的啊 它的這一款 看起來想吃的 這芒果生乳酪塔 是他們賣得滿好的一款 然後他們是一個創業的夫妻 所以他們做這個也是很辛苦 就是每一個都是手工 這是他們的喜許 好可愛 每一個都是無一無二 試試看 酷炫也是創業的 所以很能了解創業的辛苦 很辛苦 然後那個是 白葡萄 那白葡萄很好吃 那個是白葡萄 那交換一下嗎 對 來 趕快 它是補子葡萄 好 什麼白葡萄好吃 它竟然用這種 白葡萄也對 它主要這個是叫澀香葡萄 對 口感很脆 其實很香 而且它其實並沒有想像中這麼甜 所以吃起來其實不會太膩 而且它的塔皮有奶香 還有一點那個核桃的味 堅果的香味 它巧克力是有一點苦甜苦甜 那一種 不會太甜的那種 對 不會太甜膩 而且我吃它那個草莓有沒有 是有點清甜 對啊 有的一般塔皮做的像蛋糕外層 吃了就直接碎了 它的基底很穩 就跟蓋房子一樣 它很像餅乾 上面可以蓋那麼高 登功夫 很少甜點可以吃到這樣子 完全不會覺得膩 然後一直嗑一直嗑 而且最重要的是 它沒有加什麼色素 所以它的食材運用是自然的 它的奶油裡面有像葡萄的味道 你不用怕買回來小朋友吃了 對身體不健康 一口到嘴裡 你是瘋了嗎 這個時候還要用色素幹嘛 那就是說 他就知道了 有的時候裝飾可能 時代不一樣 我跟你講像我也做製造業對不對 所以工廠裡面 我要考慮的只有一個考慮 如果自己也要吃了 你怎麼可能放一些防腐劑 對 色素 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 來 我們剛剛今天介紹了 我們重複一次 因為我們現在馬上就知道 寫出最厲害了 日本海邊的漁夫料理 頂級燒烤通通送到你家 OK 來 台式下午茶 而且價格上 非常便宜 紅瓣 對 紅瓣美食 夏威夷餐盒 不能出國 想要解解這個飲的話 就找夏威夷餐盒 OK 好 第四一道 法式料理 在家裡就可以吃到 台灣之光的法式餐廉 標準的東北宮廷料理 在台灣已經不多見了 難吃一次 少一次 真的 要整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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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浪漫 自然可愛 天而不膩的美食 乳酪水果塔 有得獎 有得獎 有節奏 有節奏 節奏 好吃 那我們現在30秒時間寫下 你心中的最愛 好不好 好難選喔 準備不能寫自己的 對 對 好 我們一票一票來開 好 好 先看點點這邊 我要投給的是 No.1 謝謝 好 愛語莉莎 我也是No.1 好 一兩票 她都是 柏妤 我是5號 5號是 那個芝麻餅太好看 首先這是傳統的女孩子 鯨魚呢 我選1號 真的是視覺效果到現在好震撼 對啊 OK…來 蘿莉塔幾號 我是6號 甜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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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有… 妳該不是喜歡吐炫嗎 不是 因為我自己也很愛做甜點 所以我知道做這個水有多難 太噁心了 妳怎麼會選甜點 對啊 因為我生父好不好 也是好吃 不是 沒有人選妳太噁心了 因為我也選她 欸 欸 憲哥有點色 好吃 對 因為她這個 我對甜點來講 我本身是排斥的 對 對憲哥平常不吃甜的 我不吃甜點 但是這個甜點竟然讓我就把它 客光 真的客光 真的客光了 真的好吃 冒昧 等一下我這個可 我打包 這個都還沒吃過 請他吃 麻煩這個也打包一下 謝謝 為家裡 因為現在沈有點開銷了 對 對 來 來 我投了是謝忻 YA 天酒屋 好 新妹妹投了是 我投了是 趙哥這一票 聽過 夏威夷餐盒是大家都喜歡的 有啊 我 夏威夷餐盒 4號沒有人投 但是我 我現在必須要講一個真心話 如果說 剛剛講的這一考慮都不考慮 我們只是在家裡 然後兩個今天吃什麼 算了 那 最高吧 第一個 價錢也合一 然後兩個人 反正你點什麼 我點什麼 來兩盒 你一盒我一盒 我們在陽台吃也可以 後陽台也可以 法式料理其實也非常棒 但是為什麼呢 因為它必須在特定的時間點 來 謝忻 最高有1萬元 1 2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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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萬 1萬 加快 加快 1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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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千 1千 1萬 妳也1萬 對啊 1千 沒有什麼數字 可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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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介紹最棒的是哪一位 點點還有那個 蘿莉塔你們選一位 我認為是趙哥 趙哥介紹的 是嗎 跟我不一樣 對 來 妳認為 我覺得其實 淋雨介紹得很好 一模一樣 來 對 她一道菜 一道菜都有講解 加菜精 好不好 來 加菜精 這就是三票兩票 兩票 兩票 來 蘿莉塔也跟我一組 可以分給妳 來 真的要分我 那我要站過來 要分給妳 要用力喔 那我兩個一起 好 我們兩個一起守 感覺她的手運很強 真的假的啦 有嗎 那如果轉到0元不能怪我 沒有 我們會轉到1萬 人家不是都說漂亮的 會跟漂亮的在一起 對 為什麼這樣 1 2 加油 用力喔 3 Go 8 8 一萬 い感謝 1萬 還有沒 可以啦 五千 1千恭喜獲得五千 你看搞五 Miss 董莉塔 妳認賊做負 什麼 妳是主持人 這個是來賓 花掉這五千塊 就從妳的主持費 好恐怖喔 肚子一定很爽 謝謝明天保持繼續回答 祝你大樂來吧